哈囉,大家好,我是志光 今天呢 還是一樣 我們來到這個文創園區喔 那來到文創園區要看什麼展 我們要來看一個 碎魔花燈跟那個布袋戲的展 那我們Let's go吧,去找 因為這個文創園區還蠻大的 好,我們現在已經走到這個 碎魔的這個花燈展 那這個花燈展其實在元宵節的台中公園 它已經展示過一次了 由於那時候人真的很多 不易觀賞 那台中市政府呢 就把它沿用到這個文創園區 讓大家再觀賞 我們到了喔 就在這裡啦 碎魔花燈 這整座燈啊 是從日本空運到台的喔 我們進去觀賞看看吧 青森碎魔祭 品傳室 這個壁紙啊 上面有介紹 介紹那個青森縣的這些 特產啊 然後還有碎魔花燈的製作過程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啊 這個碎魔花燈它打燈的時候超好看的 但是它現在沒打燈真的很可惜 但是我們欣賞它的畫作也真的很漂亮 這他們日本的手工藝嘛 真的是手取一直 而且啊 而且啊我覺得這裡面也 我覺得不太舒服 它一個展場 它居然旁邊還有施工 還有一些噴油漆的那種味道 哇 不是很好 我們換下一個館吧 我們去看那個布袋戲 所以呢 我們找不到那個 我們目前還找不到那個布袋戲的那個館 那我們現在走到這個生活設計館 我們進去參訪看看吧 這個館裡面啊 其實我之前來過 它裡面很多 有很多設計的東西 而且有一些單價都蠻高的 蠻嚇人的 尤其是這個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我上次有來過 它的東西真的很好看 但是價格 那個價格真的嚇死 我們來看這個陶藝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 不還是不好 不要緊 有很多方法 也不想看 我每次都會隨他 你zuford 有很多地方 也不想看 這請就行了 就是 那你 實在這個文創園區實在太大了 我終於肯來這裡看一下這個地圖 然而我們也找到了 就在隔壁啦 我們進去看看吧 哇,超多不擔心 其實啊,我們現在看了這個布袋戲的種類真的很多 包括現在還在繼續演的那個什麼霹靂布袋戲啊 他的系列還是依然的多,還是在拍 但是我們現在眼前看的這個,這個是以前傳統野台戲 常常會用的那個木偶 他的做工 他的做工跟那個霹靂布袋戲啊,不太一樣 他的關節啊,他的臉部的表現都沒有像那個 現代的那麼精緻 可是他卻有一種復古感 坦白講 我們現在看到眼前看到這個啊 這個應該是用紙做的房屋吧 我看到這種紙做的房屋其實都毛毛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7月份有人在放這個網船這個東西 是啊 但是這個 這間房屋啊,做得很好 尤其我發現他那個 龍的雕刻很細耶 真的不是隨便來的 還有那個石獅子 我給大家大概看一下那個比例 他比例其實很小 你看我一個手掌 叫一個大門大 其實這個比例很小,他做得很精細 好像真的,我們在拍一個廟宇的感覺 好像真的,我們在拍一個廟宇的感覺 我們繼續往下看 哇,這些就更精緻一點 他這些木偶不知道是不是近年打造的 還是從以前就留下來的 這點都不太清楚 我們繼續往下看囉 他裡面有VR 他裡面有VR,然後現在有人 正在戴那個VR眼鏡 我們先往下 這裡有一個VR,這裡應該是VR的使用室 這裡還有一間VR 好,我們看那個螢幕就知道了 我們看那個螢幕就知道了 因為他使用VR的時候 那個螢幕會呈現那個 看VR的情形 我們來看那個螢幕畫面就好了 我大致上了解 他裡面,你戴上那個VR眼鏡 就等於是說有看到 裡面那個木偶 就有呈現3D的 那個 那個感覺 好吧 我們就往下面看啦 可是我覺得他展區應該就是如此 他裡面總共 他裡面總共有4台的4台的VR裝備讓人家使用 這裡還有一個電視橋 以前布袋系的野台系的感覺 只是他是用那個 電視 他是用一個電視 然後 做那個 效果感覺 這個就是以前的布袋系 剛剛本來要做一個片尾結束了 剛好意外發現這個5台 OK 今天的影片就拍攝到此了 那喜歡此頻道 請下方幫我點個讚 按個喜歡 那 想要繼續追蹤本頻道的請按訂閱喔 那麻煩大家訂閱把它按下去 謝謝大家啦 大家 拜拜